各位观众 俄乌战争之后 大家发现一件事 普丁会这么勇于攻击乌克兰 要打下乌克兰 其实他掌握了一个关键的事件 就是能源 他很清楚 在这个新世界里面 次序是来自于能源的掌控 如果普丁可以掌握到 欧洲能源的命脉 甚至把整个欧洲对于能源的交易 改成用卢布来交易 哇 那美国有什么好怕 真的 他不需要怕美国了 因为他的能源 可以直接用卢布 来卖给整个欧洲的各国 那么其中又是以德国为首的欧盟 到了延东 到了寒冷的时候 他需要什么 需要暖气啊 说的暖气怎么还要来 大家想说烧财吗 不是了 欧洲都是以天然气 来度过这个严峻的冬天 所以北溪天然染这个管线 就成为德国能够得到非常迅速 而且价钱经济的这个整个天然气来源 又可以转售到整个欧盟的各个国家 所以德国变成最大的整个天然气的仲介商 当然是获利者 那么在整个俄乌战争的时候 如果德国去支持乌克兰 去反抗俄罗斯 那你想想看俄罗斯会如何 对 没错 结断整个北溪的管道 让你没有天然气可用 让你在严峻的冬天里面哀寒受冻 所有的人民在非常寒冷的冬天 对政府提出严峻的抗议 甚至讨伐 那么有哪一个政府可以受得了呢 所以普丁掌握了这个整个能源的关键之后 他认为在寒冷的冬天 整个欧洲天寒地动 我只要能够把天然气掌握在手上 让整个欧洲的天然气被俄罗斯所掌握 那么整个欧洲的冬天就是我的天下 那么这个能源之战 这个能源的掌控 对未来的新世界的秩序 有什么样的启发 当然有 大家可以看 这个普丁在整个俄乌战争里面 他引发了几件事 第一个他引发了全球的能源危机 因为突然间能源不够了 突然间天然气阻断 不再供气了 让整个欧洲在这么寒冷的地方 没有暖气可以用 没有天然气可以用 造成了恐慌 第二个因为能源的关系 造成了全球的货币的通货膨胀 通膨指数让全世界都受不了 最后一点经济衰退 因为整个能源动力的消失 整个能源经济采购的压力变大 整个经济大为衰退 没有办法 很难运作 那么整个挑战就这么结束了吗 没有结束 因为在整个恶物战争 到了尾端的时候 大家对于能源要采几个重大的启发点 这就是三堂重要的课 第一个 多样化的能源组合很重要 你不可以只单一使用什么 你只单一使用天然气 或是单一使用石油 或者是单一使用某一种能源的取得 那么只要被断掉之后 你就整个无法继续运作 所以第一堂课就是能源的多样化组合 很重要 包含了再生能源 包含了石油 包含了天然气 包含了各种能够赖以为生的能源 都要积极的开发 所以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这是第一堂课 第二堂课是什么 第二堂课就是告诉大家 整个能源要让它能够再生再利用 也就是说这个长线政策必须要确立 全世界都在做再生能源 全世界都在让能源可以反复不断的利用 节省能源的支出 这样子不会被整个掌控能源的国家 断掉你的命脉 混乱你的经济 让你的经济发展 让你的民生产生危机与恐慌 最后一堂课是什么 最后一堂课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必须要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 什么叫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就是要节能 要让整个能源发挥到最大的用处 不要整个能源你只能用一次 没有办法反复使用 所以节能变成了很大的一堂课 这是拜普丁之次 让全世界得到能源三堂课 可是对于我们中华民国 对于我们有什么启发呢 我告诉大家 这次的战争 乌克兰 大家说乌克兰好惨 被俄罗斯攻击得好辛苦 可是你要知道 乌克兰本身 它有65%的能源 是自给自足的 它不用进口 就是我自己有 对于看杂波罗热的核电厂 它有这么多的水利发电 有核能发电 而且本身乌克兰 它的能源有超过65% 自给自足 那么我们呢 台湾只有2%不到的能源 是自己开发的 包含再生能源 绿能等等 超过90%以上能源 全部进口 全部依赖进口 那么我们的环绕 台湾四周的海洋 就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因素 如果我们被截断了呢 如果我们整个的能源线 被截断了 我们台湾真的能够抵抗 坚持的时间 不是窒息可以做到的 因为没有能源 没有动力 你要如何反 你要如何保卫台湾 没有能源 我们要如何持续 我们人民的战斗持续力 没有能源 我们人民的生存 要如何解决 我觉得这都是整个 这次政府 在俄乌战争以后 从能源的危机 从能源的被截断 从能源的被孤立 我们必须要找到一条活路 所以这三堂课 包含了再生能源 包含了节能政策 包含了能源不准 只压在一个篮子里面 这都是整个国家政府 在能源政策上 必须要提出的一个解套 否则你在能源上 被敌人掐住了 你在能源上 被敌人控制了 那不就完全跟普丁一样 就跟普丁当时的 如意算盘一样 我只要掌握到欧洲的能源 我只要掌握欧洲能源命脉 欧洲就在我的手底下 各位你看 北溪天然气网路被炸毁 这就是能源算计 大家认为这是谁炸的 很多人说美国不是 这是俄罗斯自己把它炸毁的 我让你整个欧洲 天然气的供应产生恐慌 我让你整个欧洲 你整个在寒冬之下 没有暖气可以使用 人民受冻 能源不足 这就是普丁要的 所以我们遇见了俄乌战争 知道了普丁 在整个能源的政策 能源的威胁之下 我们台湾未来 能不改变吗 能不找到更多的替代能源 能不生产更多的再生能源 所以战争是很残酷的 战争是很重要的 战争需要足够的资源 才可以支持全民来抵抗 所以能源政策 对我们中华民国来讲 对于政府来讲 刻不容缓 赶快想出配套措施 否则的话 未来你让中国 你让中共 你让解放军 知道了这一个密码 知道了台湾 知道了中华民国 有这个能源的问题 那么他们就会笑话普丁 截断你的能源 孤立你 让你最后自行投降 所以还有时间 大家赶快集思广益 解决能源的办法 三堂课很重要 这都是乌克兰人民用生命 所换来的宝贵意见 我们真的要学习 要改进 否则真的未来很辛苦